好啦 同学们 我们今天还是在 同一尾线上两地的基礼 这是第2个视频了 一支 A位于B 然后B就是B的经纬度 经纬度可是是尾线先写 尾线 是圆圈这样子横的 这是经度是直的 W是C 经度只有 东跟西罢了 然后 它的正西 所以都是同样的在西 OK 且两地相继2350海里 就是A跟B这两个地的 距离是 2350海里 就是说现在 A是在正西 A是在C 正西就是同一个尾线了 同一个横线上面 OK 然后它们之间的距离是2350海里 然后B的位置是在 46度NN就是北 北尾 然后是在 近度是在72度C 然后这两个之间 的差距就是在他们的近度上的差距 所以会有一个 近度差 然后要找A的近纬度 因为A位于B的正西 所以A是在这个尾线上面 在46度 北的上面 距离 北极的话是90度最高 还记得吗 OK 所以它这边是在46度北 那就乘cos 46度 然后它这个是 距离是2350海里 我们要找的是近度 因为找的是这个 A A道比这个直线 它们之间的这个 近度的差 所以这边是乘的对不对 我们搬过来变成 除 近度差是2350除以这个60除以cos 46 我们讲过了你这个你按的时候你要小心要按挂号啊 你没有按挂号你的答案这个会跑去上面 就是你按 2350除以这个你要挂号60 乘以cos 46度 OK 然后挂号关起来是 56你要找度你再按回度56度22 这边5要近位变成23分 56度23分这个就是它近度差 我们题目是要找近位度 所以我们要找回它的纬度 跟近度是多少 现在纬度差就是找回它的 近度差就是找回它的近度 原本它在V的近度是72度 然后它之间差了 56度23分 所以我们把它加起来 它同样的往c你要注意啊 它这个是c这个也是c啊 OK 所以就可以直接相加 72度加56度23分 找到了就是128度23分 所以呢 A的近位度 OK A的 近位度 先写 纬度是46度 然后才来写近度 20 128度 128度 23分 W OK 好我们来看第2题 第2题的话 以致Q位于P 这是P 的 的近位度 然后它讲 Q在P的正东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P是在W是在C啊 Q是在东啊 不一样啊不像刚才那两个是同样方向的 这个是有一个东一个C不一样方向了 前两地相继 1450公里这个是公里的单位 QQ的近位度 OK E至Q位于P的正东 所以它不管你是正东正C就是在同一个尾线上的意思了 然后 Q在东边所以Q在这边右边 然后在这个是E 然后 这个Q的尾线就是在 42度 北的尾线上面 问题是你这个P啊 P是在C的方向15度 OK 他们这两个在同一个尾线上 所以是不是要找它的 近度差 我们用两地的距离 同一个尾线上两地的距离来找它的 近线差 同一尾线上 我们是不是 近度差乘以60乘以它的尾线cos42度 问题是这个是公里 所以还要乘一个 1.853 得到它的距离是 1450 我们要找什么找它的近度差这两个 P跟Q 它之间的这一段 近度是差多少 所以我们把这个乘的全部搬过来除下面除有没有 这一题不同的地方是它是公里所以还要一个 1.853 然后像刚才叫你按了计算机之后 就找到 17 17度33分 这题的不同点是在哪里 你的这个P啊刚才是15度 WC 然后你这个17度33分是超过 超过这个15度所以还会经过一个 0度的直五线 然后才会到Q这边 所以这一题的不同的地方是要拿来减 17度33分要减这个15度的 C这个P的那个 金线的位置 然后就找到东 原来往东 2度33分就是 Q的 金度 所以Q的金纬度是 先写尾线 42度 北然后才写金度 2度33 1 OK 来我们看第3题 若A位于赤道与北 1000海里 赤道是多少度 赤道是零度还记得吗 北是往上的 N来的 然后 格零位置直五线与东 这个直五线是零度有没有 然后他往东走 往东走东是 600海里 求A的金纬度要找A的位置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这样 赤道是零度 然后你的这个直五线也是零度 他现在是往北走了1000 海里 然后 他也往东走了600 海里所以你的A的位置是在这边 你要找出这个位置的金纬度是多少 我们先根据 资料我们一定要先找他的什么 找他的尾线 我们从尾线先找起是因为你在算这个金线的位置的时候 你是要乘多一个cos 尾线多少度有没有 所以我们要先用找尾线先 那就是说在同一金线上 这个是同一个金线就是直的 他两地的距离是1000海里 这个1000海里是怎么找出来的 同一金线上所以找的这个是尾度差 纬度差乘以60 就等于1000 这个是距离公式前面写过 然后你按计算机是找得到这一段的距离是 16度40分 北 他是在北 题目讲的以北 OK我们已经找到他的尾线了 这一条尾线呢是 16度 40分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尾度来找 他的 金度 同一尾线上两地的距离已经知道是600海里 600海里之后我们记得这个距离的公式什么早还记得吗 就是金线差有没有 这个金度 他们之间的差距 乘以60乘以cos 你的这条尾线是多少 16度40分 找到的是 600 所以你要找的这个这个符号就是金度差 就是呢这两条直线 之间的这个差距 金度差 你就拿 其他的班线来除有没有 按计算机就得到10度26分 然后这边是 往 东的 方向 往东 题目讲的以东对没有错啊 所以你找到了金纬度我们讲过金纬度要先写尾线 尾线是16度 40分北 然后才写这个金线10度 26分 分 OK 好啦同学们这是今天的功课啊 练习17.6 第8题第9题 第10跟11 这个下面是答案啊 你们自己看自己做做看 加油啊 OK 谢谢 今天到这边 我们还有一个视频 就结束了这个 17章 今天到这边 就好 对 这边 我们也会说